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第八四零八八四十一第四行 上旧苏性一款红 上发性一款红 主仙南主国体思维 好好的深思深入的思维 主为南主以计法台湾 说这一生是计逢用描画 那么这是南主 看法台湾以红通描画 说主意经典所入行杀 虽说处定未足为难 欲接寿命 加两个字 若手接寿命山 手来接寿命山 怎么呢 直地抛过去 直至他方 手提寿命山把他夹给出去 结果他方世界去 无所谓的佛土 这样点真烘就得了 抑微蓝 由于足迹 动在这一刻 我们这脚枪头 这一点点而已 当着三千代千世界 这本来就很困难了 他还可以圆着他国 还可以拼去真烘 抑微蓝 逐立幽灯 站在世界寿险天的丁天 叫做幽灯 你能站在世界寿险天的幽灯 为众来烟散 烟散什么呢 烟散无量的仪经 其他的经典也未为难了 这也不感觉很困难 说很好 不得到 在恶世当中 就像我们现在 凌刷出境 凌刷花花经 这实际为难了 因为中心不能天悟到 那么 一世上的道理 这五乡 这四乡 是世界寿 其四十九龙 四种事情来比较 较量就是比较 所以在乎别多了 恶世当中 可以红通描法 经过难连可贵 这幽灯 这幽灯就是世界寿险天 那接这个寿命者 手接这个苗枯山 可以摘在太风 牵在太风世界去 那就是我们摘太风无所佛陀以外 那就是去用这个卡针套 来担着三千代千世界 来奔奔去太风的国土 老是定数 虽然是难余 那是哪有心痛 也没有感觉困难 但是没想到 可以说这个明法灵法经 要处理这四种难 难受就对了 那还是不简单 那 放数中的地图 当难刷 灵刷 无数的一切 要刷这个法花经 一世上的道理 让大家可以收起生佛 卡针奥人 手把虚空 手能够抓住虚空 利益由行 也未为难 虚空根本就不可能了 这些不可能的事情 他照上 那么 超级他的难度 就是说 手能够抓虚空 这样 就真不简单了 他看不到了 哪能够输输输 自己这样 输输输输 输输 输输 还是说 派人输输 实质为难 这样就更困难 这一两胸 就是 真是手能够抓虚空 这样走 这样走 有行 那么 对比这个 输输输输 他能够输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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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看应该也 输输 令输 容易 在地 放在 我们的 增加头 团定 生意 反天 那么 这可以说 也是不可能的 蓝输输输输输 goal 当中,尖、徒、处境是一位难。 恶世当中,尖时讨这本经典就很困难。 好方说要听这个法法经。 那么这一两相,是说, 他这个增角头,增角, 这个卡,卓卡,就是卡的增角。 那么两大点,相添,来对比到乎别多了, 可以暂时特上处境自然。 所以,看用乱徒、凌徒。 卡手夹收,打这个打草,打草很容易收。 我打这个打草,立中不收,这也不算乱。 我别多了,如果有人去这本经, 为一个人来说法法经,在当地,是几乎为难。 这也很难。 那么这一两相, 他立这个夹, 会当中的微笑, 对比互别多了, 为一个人说经之难。 我们人来减减十万, 减减减减十万, 就大三才。 大三才。 现在我们人的忍受, 虽然是, 这个好像平均说是七十岁了, 平均,医学上来说七十岁。 但是我们人啊, 这个劫难会越来越多。 劫难会越来越多。 我们在公园啊, 再经过二、三十年啊, 我们地球会上升两度, 两度, 那么两度啊, 就会融化好几亿吨的冰, 南北两极的冰, 南北两极的冰。 所以这个科学家最近有说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 如果我们这个臭氧层不弥补过来的话, 再经过三十年的后代, 他就没有办法选择, 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就是要遭受这个灾难。 我们出去胸口也要戴氧气面罩啊, 不然要戴紫外线啊, 红外线, 没在去, 马上得皮肤矮。 科学家的试验, 试验, 总结这个鸟齿啊, 每天都照这个, 照这个这个这个, 红外线, 紫外线, 红外线, 红外线, 那没有经过臭氧层的保护, 那么这个鸟齿啊, 全身都生皮肤矮, 癌症, 那么这个没有造色的这个老鼠啊, 它都不会得皮肤矮。 也简单说, 如果臭氧层被破坏, 我们人一出气啊, 那就好几千万的人, 通通要得皮肤矮, 癌症, 癌症就对了, 因为它没有保护作用。 如果说, 天空破也要破坏, 但现在天空破也不破了, 不破坏了, 太破了, 那么这个要, 要补这个, 补这个, 这个臭氧层O3的话, 那就要烧一种气体, 大量的烧一种气体, 然后啊, 减少, 减少这个冷冻剂的发明, 浮力碳化物的, 这个继续使用。 像我们的冷气啊, 冰箱啊, 或者是, 这个车子的冷却系统啊, 这个都是要用到浮力碳化物的, 或者说飞机啊, 洗这个零件啊, 都要用到浮力碳化物的。 这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就是浮力碳化物, 但是最可怕的杀手, 也是浮力碳化物。 一个浮力碳化物, 出来的这个原子, 可以破坏十万个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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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我们这个大山灾, 那人的生命越来越低, 灾难越来越多。 从今天这个环保环境看起来, 我们就很清楚, 绝对很清楚就对。 那核是越来越垃圾, 那些鱼蝶都在出来。 每个都被火烤了, 每个都被爆。 每个都被冰土。 为什么工业、廢水, 都被火烤了。 以前是这样前方, 那边在仅仅的所在, 有人捏蝶蝶。 那在捏什么? 现在呢, 都死了一字了, 青蛙。 以前在小鱼。 青蛙。 老水就说, 噓噓噓噓。 现在, 不是嗎 沒聽到幾隻叫 沒聽到 都死了之後 農藥炸到沒死 沒死到沒半吃 自然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你要用東西 也要用最自然的東西 它沒有副作用 化學的東西一定有副作用 一樣 化學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吃中藥 盡量吃中藥 那是自然的 主連的東西 對不對 C藥也有化學成分 對不對 它有好處 但是後遺症就在後面 苦肉食 藥下去 好的細胞 壞的細胞 全部都殺掉 我們可以用中藥 自然的東西都是一樣 蔬菜 水果 也就是自然 我們現在都做農藥 不是很自然 你要記得 自然才是真善美的東西 一定的道理 那是本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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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底下 火災可以燒到秋殘天為止 預計天靈 緑度世界盡快 所以叫做夾燒 所以在出夾燒的時候 有人當這個大草 入夾火 入夾火 入不燒 當然這哪有可能 可以說 根本不可能 但是他說這個還比較容易 那麼就叫為惡事一個人 說這個法法經經燃 經燃 要說這個法法經 對一個人說的就不簡單 這麼現信戒出境為人感受 沒那麼簡單 本書特別高空地主 應該信戒修期要為人演算 尤其是對這個弘通法法的法書 要生難做無 起這個境順心 因為這個法書 為了要奉養一時上 那麼這個紀元 經過很長的時間 這麼省省 那麼這本今天不簡單聽到 所以對這個弘通法法經的這個法書 我們是難預想 我們有幸碰到這個弘揚法華的法師 要起這個淨順心 公俗期八萬四千法總 十二無經為人演算 靈主聽者 截到六神通 雖靈如死也未為人 這樣也不困難 以我別多了後 聽受處境 問去疑處 失節為難 因為法法經難了解 不聽到不可以了解 疾空疾腳 疾忠當下的這個精神 這個教理是什麼 這三雙一起算 一切經常 高修的神通 對比 令聽受性解 出經濟義理更難 所以說 一切經常 苦痛代效 改大影機思考的方便 是說 現意亦起算 為有法華 開放現實 順於一生的思考 七階 激義理更難 今天有百萬四千法門 對於百萬四千的煩惱 所以繼續發動 師父法的中情 為什麼繼續百萬四千法門呢 他本書為例 剩下四十多年 公經三百五十歲 一二歲中 改期著六五六歲 這樣就三百五十 那就是兩千一百法門 兩千一百法門 那麼一一法門 一律的法門 改由對敵這個中心的貪心去定 以及等分 這個等分就是貪生之具足 通通有 就是等分 有的專門貪 有的專門撐 有的是魚吃 有的人呢 是等分的通通有 貪生之通通有 平均分配 叫做等分的功用 那麼就變成四種了 所以就變成兩千一百 就乘以四 就是八千四百 八千四百 每一個法門 都會十六四 八萬四千 八萬四千 八萬四千法門的貼上用 十里佛經 就是方便平所講的 客經定高部 那麼這是小聖的 小聖只有九部 小聖只有九部經典 如香港的大聖經典 修記部分主宣 像彌陀經 彌陀經 彌陀經沒有問 好就自己說 因為境界太深了 叫做無問之說 那麼壽記像法華 方廣 比如說華元經 大方廣 對不對 大方廣 既大又方又廣 既大又片十方又廣大 那大方廣 這個叫做大聖法 定三種 隆重分之十里 十里分尾九分 李姓林 雖然聽到門的修齊的人 雖然附近 宿尾的狗 今得三明六通 那麽未聞出經 那是小聖 大得華僧 大得草安 華僧 暫時的草安 就是暫時避避風雨 就像惡聖人的涅槃 那化成草安 就是譬如啊 就像惡聖人的涅槃 就是暫得化成 就像草安 草啊 不究竟的意思 唐欲佛滅后 唐就是如果 假設 佛地別多了 令文是經 理解祈祈祀 清去陶經所說的 令文是清經 割了性文化 加三個字 非究竟 非究竟 絕了身文法 透視這個身文法 了解這個身文法 非究竟 不究竟 而法法 是諸經之王 為什麼要加字呢 你不加字 它的意思剛好顛倒 你說 六文是清經 割了性文法 是諸經之王 你讀多病 讀多病 它不是這個意思 若文是神經 就是聽這個法法經 割了性文法 非究竟 理法法 是諸經之王 你不加字 意思剛好顛倒 就問你 替思維 聽了 你師兄的得理 好好的思維 當地出人 正 緊益 佛的地位 你如果可以了解 師兄的法門 這樣你的地位 就接近這個佛的地位 一定會下款出息 悔好向大 處於無上的佛體 對比理性人 這是藍靈可貴 若靈索發 兩千萬億 無量無所 行善眾生地阿羅漢 奇蹟六神通 雖然有事 也不為難 這樣也不困難 千萬億無所 行善眾生地阿羅漢 奇蹟六神通 也不為難 在我別途了 我一個人 酷靈索 愚靈索 經電 思濟為難 可以 風騎 發發經 這經過困難 這三三相 是 意欲佛佛世 凌度無量 眾生地阿羅漢 可以講得 對比 到這個福別 道了 風騎初經的講得 是難幽難得 難幽難得 那麼 風騎正 意到方向 修持部門 由靈依出經典修興 所成就的公典是主導優道量 主祂動形佛道 當然比到主祂改主在修興的公典 經過男人可貴 因為說我為佛道 依無量託 總是至今 公殺主經 利益基準出經地 或是法法經地 就有靈慈 祭祀佛心 你若能靈慈 法法經 奉祀 你就是定義 祀這個佛心一樣 就是接受了 你當下就是佛 那麼這兩相是宗室難祈之意 也就是在修興最先的第一 有祺修興 也就是祀祖佛三心 法身 報身 應生 這個公的利益真是不可思議 何以後 法法經不斷在過去四十年 不敢講 所以說 日本書在無量託託中 為過去到今天 一開始到今天 所說的種種的佛法 隨便是無量 但是這經典 都沒有入處經的沈淡佛的意思 全水主義 全水佛的自訊之意 佛 日本書說出來 全部都是佛的心 徹底的究竟意 不隨他意 不隨他意 就是沒有方便說 為了 因為你的根器 所以我方便說 叫做隨你的意思 不隨他意 你的根器怎麼樣 我隨你的根器 這就不一樣 你不行 你就退 就像五千個 真上慢能 退席 你不行 你就退 我不會隨著你的語言去講 隨著你的根器去講 舍這個方便 但說無上道 所以就是不隨他意 所以本書一切明白 跟我們講 佛法罪第一 法事事 是主經之王 問主經的人 先請 又不相信主經第一 那真是非故 非故 結共 不是意思 就是狂人 不是意思 就是狂人 因為 出經的 退 中 用 三 方經 自作 依 色 三 那麼就是 如來做 如來意 如來事 就是佛的法 佛 佛 佛 三心 任其佛 佛 佛 三心 佛的三心 佛的三心 也就是在你的心心當中 這是如何難得呢 所以大家 祈求佛法官 進未來 一邊未來的修士法華呢 那邊 祝先南祝 以我別逗了 隨靈修士 特上祝境 禁止佛前 祝殺世間 這次上半是本書 用這個 陰重心 陰重心 就是很誠懇 來目 就是 召集一些 在佛 別逗了 後 五種法書 是你難得了 看不如有出人 應當 應當 立世法官 佛的官 你如果沒有這個官力 沒有要怎麼立憑呢 南祉 凌智之靈 就順夫的心 出境南祉 勒漸漸吃者 我就開心 祝福也願 如是之靈 祝福所讚譚 就是說你漸死 去吃這個法華經 我就是說一天賊一片也好 呼一讚譚 他幾句也好 呼也是讚譚 所以這次上半 上六年 如前 頭前 立這個世法官 修持特上 為人厭煽出境 你由虛空 右肩 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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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最可貴 可處 家屬也不可以登基性 暫時修持風通出境 也順合他的心 為本書 祝福所歡喜 所讚譚 認識的人 順盛行 能夠持這個法華經 最重要就是他的義理 一時向的義理 能夠尊重這個修行義 一時向的義理 是一個傭命 能夠通代 法華經 那麼 日持法華經 一時上的道理 是一個傭命 這就是傭命的人 這是精神的人 是戚下的人 行道德 道德就是苦恨 這就是真的受苦恨 這為即得 即得就是快速 快速的意思 無上不得 那麼這次上半 希望修持基本經的人 可以順利破行 修行之行 這個人最為難得 為甚麼呢 破行行 它是時空無盡 方便無量 度生無量 功德無量 靈修起 修行法華 也好如是 普賢菩薩 尤其是在這個華言經 尤其在華言經 在法華經後面也有 普賢菩薩欠法品 在華言經一開始 也就是普賢 到最後也是一樣 普賢菩薩 所以這個華言經講到 普賢恨得最清楚 十方世界嘛 時空無盡 方便無量 度行無量 都講到無量 靈修起 修行法華 也好如是 偷得呢 方便接著度多 也變陰 接著儲氣 通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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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行這個菩薩道 減受正約 往生結露 甚至保現行願品 以實態行願 度鬼結露 這樣 可一生萬萬無常的普貸 是為接著 真近的地無常的佛道 哨祭佛位 靈一來世 偷其出境 是真佛主 主順先帝 這是上 是上 復別多了的未來世 像我們現在就是了 我們現在就是復未來世了 可以收起偷其出境的五種法師 是人難得 那是真佛主 funky old 其以如如乎淡 HUD 蓬燈 已天台六幾佛 所說的 Isa是亡九god 超��다衛生的佛三 名叫做 分正即佛 分贞即佛 是有正得到佛的氣氛 但是不圓滿 叫做分正 佛就是圓滿正得 他只是分 就像樹的月亮 就是圓滿 圓滿的正的 所以说 七十、十一 虽然有看到余年 但是要不完完 分阵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有佛的气氛 但是不圆满 我定了 少计佛位 这就是实际的佛祖 祖孙仙的心就数不坏 数不坏心 名叫做孙仙 普无名正的发心 发心就是祖神清静心 那是孙仙之心 祈祖一切无聊 无聊就是断一切烦恼的宫典 有佛 你行善 你还要六道轮回 你就有佛 有佛就断烦恼出三戒 它就不必再来转世了 你都不六道轮回 我正的精心 名叫做孙仙仙 那他明明说 令二世间 辅助了令戒既既 是主天人 世间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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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今天世间的蜜酒就是一切有证悉的人 在恐怖的这个蜜色 只要他在经历的期间 能蓄意说讲的时间很短 乃至说一个钟头讲十项的道理 乃至说一天 乃至说一个月 一切天灵该应共用 都要供养他 他可以叫你成佛吗 对不对啊 这两生 生的乎 没多了五种的法术 是人类在领理世间的世间 只能领解 领解发发经意 便是由世间正在正间的地位 他一定可以寄出宽室两种地位 不然在空宇宙中的地位 记得起世间 由真正的世间 正在三种世间 都是一心万行万行一心的真实上 甘为七岸中心的导致 讲到这个趋岸的众生 就要讲到这个世俗地来讲 师父常常啊 我就要吸收这些世俗地 来在弘化当中 因为它是经逼真的例子 在师父来说 如果讲第一地 这个大家都是空意的思想 都是平等 但是你乎法 你都要配合现在四感的法来说 说到讲到一次 那一次到什么极点 像这一次的巴西和意大利 他现在在征求世界上冠军的足球比赛 1994 1994以来四年了 办一次世界足球比赛 现在最后的意大利和巴西比赛 那是 在近九十分钟 都总平手 都没有分胜货 杂下来就罚这个提示二马球 巴西吊的那三分 三分,意大利的两九。 巴西全国就对了,巴西里的热烈路, 全国都起笑, 都起笑就对了, 全的里的热烈都起笑就对了, 全米都没睡,所有巴西的金针都没有睡觉。 巴西开始就在森巴虎, 你知道吗?森巴虎一直在吱吱吱, 好像是起工的。 叱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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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馬 羅馬龍中暴動 怎麼會暴動呢 他心目中的英雄 義大利的足球隊是他的心目中的英雄 結果差一球 義大利有一個救世主 足球隊的靈魂人物最遭 因為本來3比2最後一球 是往義大利罰球 這個救世主出來大家都呼聲很高 人家說穩下去 結果踏下去 飛過這個足球門外面 救世主沒有把他們送到天堂去 反而送到地去 這樣這一球整個羅馬都通通暴動 通通暴動 那個警察都在3吹吹瓦斯 這樣看 這樣看 你說這個事件它有沒有顛倒到幾點 對不對 他就要比賽這個足球比賽 所以因為得失心中 你說 大家是國家都要贏 誰會輸 對不對 誰會輸 現在他比賽之後 拿一個像蝴子冰 反正吐一個地球 冠軍就吐這樣 吐一個蝴子冰 吐一個蝴子冰 吐一個球 那可能金的那樣 那樣做起來 他就總共給你幾十萬本 只要去美國比賽的飛機票 比那個金錢更多 只要給你一百萬本 只要以臺灣去的 和世界去的就開了不得 佛極基礎了 就為了拿那個球 還要冠軍不會自己做 就為了那個球 一萬千啊 拍啊 這樣暴動 真的暴動 真的暴動 所以我們說 這個一次的眾生 是真的到幾點 達到幾點 達到幾點 再來 再來 前幾天 那些好的資料 我沒說到 沒說到 今天我就看過看 就補著又回 想起我的回憶 這個小姐 去盜到他們大師 盜到他們大師 你們有沒有看到 他們兩個去旅餐 旅餐 賺他們大師 沒在的時候 就發生這事情 那事情現在 一開始他們大師不知道 小姐 跟他們大師 就開始煙氣了 那現在 在高美他們大師知道 他們大師就很生氣了 經常去結婢 經常去結婢 那就是玉族 我看到國際就是玉族 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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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就不斷了 不斷了 不斷了 想要報復 想要報復 還有一天 去跟他們 叫這個 這個小姐 叫他們好生 去跟他們 伯父 就是他們這個 少少的 老公 說要照機 說要照機 我剛才說不要照他 不要照他 這樣 一憤怒之下 走下去 殺一罐 瓦斯爐 瓦斯爐 開開了 電燈 噗 五個 四六個 一個鬱族 五個 十五個人 但是六條生命 因為有一個鬱族 一個鬱族 一日之間 這樣 你如果照我這樣說 是五輪不分 那是小小 大兄 那不會死的 從古早的 大兄 如果死 小姐來接小小 這是正當的 正當的 小姐如果死 大兄 在那裡 小筋 這樣不行 正當的 大背 在那裡 小筋 這樣不行 不行 大背死 小姐沒抓 沒抓 沒抓 小姐 要打開這個 截念 來補佛位 補下去 小姐比較小 這樣可以 古早人 可以接受就對了 古早人 可以接受 一念之間 照說 這樣就不正常 五輪不分 還不對 你知道 一組五檢討 不然因為這樣 話事 引開來 開過這個 一組 噓 掉下去就複雜 所以現在的人 化學成論 很好 化學的東西 也很危險 說到這個眾生的 愚痴就是這樣 這種愚痴 可以說到幾點 對不對 天下下 越長 越多 你是怎樣 對大兄 可以 大兄還在挖 算不是這樣 這樣 我們如果有教導 如果有這種情形 像這例如一樣 就像這例如一樣 還沒有引爆以前的 光影 痛 回到光影 說我情緒的光影 要痛 還是吃案的眾生 對不對 譬如明念人 人必顯二道 我們如果有 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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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 此上法法的人 可以鑽翼 利 gelatin 所以 jestem 我生天人 不肯宅 嚮 tää 教尉 只是男生 我超何 customize 得到重生 不夠時 也趕緊將揮 scam dd 顾名为空为世 最后一项终结判母五中法书 第一性人灵性性殊胜 殊胜的人行殊胜的事 结果负担如来所压 若人处于三不恶世大尘港 我们现在就是哪里不污染呢 所以哪里不污染呢 对不对 你灵戒灵札本经 今如年出一年 含书一个天真寺共用 第三种问答言讨问 那十方昏心为什么要昏公 来破脚一直来 但十方昏心昏 本来是没有什么公教才来接 但是为了 要让三不世界中心 能让万件的十方 幽无量的国土 跟祝福 所以本书特别厚公 来教一 就是任大将 得见 要是没有佛公 万教中心 要怎么讲得对 要是没有公教 来 一个中心 不得福的心力 这就不了解 心的妙用 所以本书特别厚公教授 问 要开得破脚 何必就钓着十方无量佛 语语呢 为什么钓着十方无量佛 这些动义做会开呢 开这个波塔呢 何必就这样 多一层这个集合 为什么要这样子 答 如法法论来说 实现彼此所做的业 没有差别 法法究竟都是相同 法法相同 佛佛也是道同 诸佛 诸法 一切佛 一切法 都是平等 你能行平定心吗 你就是佛 是让三世一切佛 教法中心 都是由这个心 是这个款 后来开款就显示 所做的一样 所谓呼呼得懂 开得破脚 要就是开款 显示 问 为什么得破脚 用出 得破脚出来的时候 无法相变这个景图呢 为什么就要等到 释迦牟尼佛分身 这个全部集合 它才变净土呢 意思说得破脚出来 为什么不立刻变净土 把这个绘图变成净土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释迦牟尼佛 十方佛集合以后 怎么样 才变这个净土呢 10 说得破脚 就比如中心 组成清净心 入来中心 是谁没有中心啊 每一个中心 大家都有这条心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效应 应不出来 要慢慢听经文法 我们渐渐就会效应 烦恼就会较少了 这会就是症 那么这个清净心 啊 在禅 这个禅 不知道是要设成定 还是要设成诚 你知道吗 那设高级 叫做禅中的禅 设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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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各地 嗯 对不对啊 就这样讲 旧地 那尴听到怪怪 正心在地 名字叫做新 那也知道点怪怪 78 那如果出地 名字叫做发生 这样 那应该对 就跟我 fever 这些aney 不是 leursleich 侧 看怎么看 不要太阳 对 像我们在脚评 orge 那里っていう 我又打電話去問樂人,沒有我沒得到。 這早上早上要怎麼打? 要打到啄,啄痴,沒有我打到這麼順暢。 沒得到,正經,以前人要教我類音保感。 我沒有學會,我教我才會學會。 我講理性,教我看看類音保感是在說什麼。 宇宙啊。 台語有八音! 灶…… 台語難得 mot кров很 específic 到現在都不肯定了,這麼不肯定了, 台語很不肯定了,台語很不肯定了。 我剛才告訴你,台灣威風很有學問, 很有學問,真正的, 一試試啦,一點點啊, 真正的,很有學問, 一試試啦,一點點啊, 他都說那種很好聽, 國旗就沒有這種問題, 白色色,黑漆漆, 黑漆漆, 我兩年到這,國旗就沒有, 國旗就白泡泡, 白泡泡的,不一樣,國旗就沒有了, 黑閃閃,你國旗這麼差, 你不少差,七零零, 七零零你這麼差, 你國旗跟誰有, 台語就有了, 頂喀喀,兩聲聲, 你看看這個學問,多好, 他要形容一項問題, 頂的問題,他兩禮拜做會說, 頂喀, 還有一個喀,頂喀喀, 所以說,台語啊, 真好,不簡單, 沒效一下, 人生我六音大, 我經常放雷音不感, 經常放雷音不感, 經常放雷, 我覺得學得很難學, 國旗的責任, 但是, 那邊, 出禪明法身, 中底永出, 就是發心, 由地離出, 就火離正, 不用變了, 那幾年, 由地永出就是, 發生的已經清淨了, 煩惱已經斷了, 當下, 灰土就是淨土, 不用變淨了, 那是風, 浑身浮, 那是已經出帝, 的這個發心映化是風, 發心清淨在國土清淨, 所記的台頭是淨土, 現在浑身, 還接這個三步, 是由發心, 要再發心, 中央整天, 由萬興, 整整心, 當然, 當然, 當然是要, 變灰土, 或淨土, 問, 既然是要變灰土, 或淨土, 一變這刻, 為什麼要三變呢? 八十八十八十, 就書上來說, 十方無量分身的復來, 只要三變才能擁立, 第二, 就表法來說, 本會託, 就是表示本機煩乎地, 初變, 就是由煩乎到生門, 二變, 就是由煩乎到獨角, 這三變, 就是出這個理性為, 來告一復性, 極為萬職為, 三變為真正, 就是, 表示由三生之款, 同鬼一生之心, 結果三種開現後, 同鬼亂到一生, 甚至亂到竟說, 一世界清淨過, 都世界清淨, 乃是真理悉空, 一切清淨平定佛理, 才知主義, 我們怎麼可以提起這幾句, 用這款心, 來計日子, 真的你的鄉親世間的, 英華富貴, 所謂英華富貴, 都是這幾例, 清淨平定, 發的東西, 會效應比較重要, 所以每天都不知道, 真開心的心, 我們今天可以聽到這個福音, 比你賺一百億, 一萬億, 更好, 不然, 太虧我了, 才要吃多好, 他精神可以有一個瓦克, 有一個醫療, 大人不用大多好, 他心得地軸, 他整在地軸的心中, 昏昏出來嘛, 所以你說, 有些人的, 好好的人的宵仗, 老婆做大汗, 他家裡也很好, 但是他覺得很煩惱啊, 對不對啊, 到每天去煮三, 跳樓煮三死, 結果看到電影明星, 不可以跟他跳牢祝散 何佛祂說他就沒有清淨心了 就沒有清淨心了 算是這樣 心如果清淨就一個世界清淨 哪一切清淨平定不理 都是清淨為替 可知道靈變悔陀為淨陀 真是由三位在過 初變者是八倍舍的力量 我們已經說過了 下淨血淨 使這個染污獲得清淨 再來變是八勝處理 兩轉變主在 三變是十一切處 不是十一 然後切處理不是這樣念 是十一切處的力量 隨心所有無用無戒 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八勝處啊 十一切處理都有講過 所以第一道論說八倍舍 我們在620 622這個月 已經說明過了 八倍舍是初夢 八勝處是中行 十一切處理成就 在620日到620日 我們已經有講過 醫處的道理呢 所以是要三變 在這三變在這成就 問法謙經當中 要有十方菩薩來正所思的幻夢 已經十方菩心 菩心佛正聖廟廟發動 不過法謙經 沒有說變非為政呢 日本經是要三變成功呢 但法謙經說的對象是大聖的根氣 大聖的根氣 所以我們在培養幾年 我們在這裡 才開這個華言的課程 如果培養的根氣 不過講那個華言 講到十玄門 哇 通通聽不懂 通通聽不懂 有如是哪報佛所說啊 如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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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現就是正途 無需要再變 本經就是由世間無人來講 所法 開款現實動過一生 完備救法界 根基隱 開修生態 一片明緣 極片明緣 極片明緣 那麼差就是無差 就是說啊 雖然是有一點點啦 怎麼樣偏 就是雖然是小聖的 明緣 當下也就是大聖的 差就是無差 雖然有差別 但是也是無差別啦 為萬興 為主性清淨心 所以啊 需要變悔討為正討 我不知道一直跟主委說 在這主委 六祖大經很重要 金光經很重要 你就會記住 你若要受正討煩夢 你心也正 做活討就正 你要去世宗教的世界 你心不清淨 但是你對什麼 發問不了解 你根本就沒法度 沒法度 所以金光經就對嘛 說這個空性的思想嘛 空性思想 你無量的重嚴 主性清淨心 你就現前出來 你六祖大經講的 都是世上的道理 為什麼主性清淨就是 對不對 心平和勞持戒 這個不是實相是什麼 心平和勞持戒 世宗教摩尼佛持什麼戒呢 他那什麼持戒 什麼犯戒 有持有犯 那是生滅的東西 以不耐的自信 全部具足啊 全部具足啊 所以說 在這個拼禮作詞的來源 什麼叫做破戒 破戒的定義是什麼 自己的行為受到毀謊 內在的道心道力 已經退失 名為破戒 會故 戒本沒有破 沒有禪 沒有所謂的成根破 那是生滅的 那是站在事項上講的東西 會故到既然無身就沒有生滅的東西 但是我們凡夫沒有辦法達到這個佛 就是要從三規五戒 八觀哉戒 八觀哉戒 有一個菩薩 有一個菩薩說 他不太聽戒律 他說你為什麼不太聽戒律 他說 哎呀都煩了 做生理要煩了 家庭變化 老婆 他也煩了 那也煩 我告訴他 不要這樣說 我們是大家都煩夫 戒律是聖靈講的 你說要做到完全講的像聖靈 你就聖靈 改 釋迦牟尼佛講過一句話 眾生會犯佛才會自戒律 眾生不會犯戒 佛祀這個戒律 一點用處都沒有 一段隱於世俗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犯戒是很正常的 大家都會說白痴啊 殺生啊 對不對 殺到淫妄 多多少少都會犯 所以我們應該講戒 然後朝著這個目標 共同互相勉勵嘛 這樣才對 一個說 怕就不聽 所以我們把這個戒 會归到我們最後的自性清淨心的無身 法還是一樣的 到最後的無作戒體 無作戒體 就是我們自性清淨的戒 釋迦牟尼佛他沒有什麼持戒 什麼沒有什麼犯 根本不可能會犯 為什麼 你主性的去改嘛 對不對 心地平等 他沒有貪症 他怎麼會去犯戒呢 因為所以啊 虛變惠土為淨土 法禁名叫做別圓 別圓就是 只有華圓上根氣的人 特別的根氣 就是別圓 特別的根氣 就是別圓 別就是專為華圓的菩薩而說的 二聖人沒有份 法華經不一樣 五聖人通通有份 就是童言 一切眾生通通平等 華圓就不一樣 華圓經就專對菩薩講的 實信實住 實行實慧相實地 這是由法華 這款現身 不非正非 彼處定萬興差別的思想 你現非正非非 無比無處 是正心思想 隨現絕對 動體正心思想 你對待萬興萬發 思想力言 這真是順順無法的法改 神徒經者 要大家每間的體重用各個不同 不應該一戰一會 不應該要一個戰壇 非奉另外 建布塔片的結構上 建塔這件正心 初心無心無邊 三步變為正途 正非有心無別 這樣我們就了解 時時回功翻腳 正念體氣 發佩體心 修行就是這十二十幾句而已 時時回功翻腳 這個 提起正念 提起正念 發佩體心 但沒有時時回功翻腳 你是多得 你所有四位都多得 苦心願是一體 應化十方無款 神徒為是一心 萬興延期無限 這度你都知道 我們如果遇到這個心 叫做終始 對啊 那這個不心不必 是上心 這終始 總一切法 持一切意 一切法能夠離開這個清淨心嗎 不可以 一切意能夠離開這個清淨心嗎 不可以 一切法 一切清淨心 從哪裡來 從覺悟 對不對 迷霧在一念之間 你如果遇到你就是這樣 無中 名字就是發責 所以我們 要好好來作用 把這個法 要作用在我們真正的生命 否則的法 變成世間的邪問 世間的博士 那些人都是解脫 沒有 所以我們的博士 為什麼 它不能解斷 因為它是文字上而已 名相上而已 它以假為真 它有所中 它無謀 博士 博士也是解脫 一樣 超博士 它也也是解脫 一樣 他生死了無同樣 對生死有什麼辦法 沒有 沒有 世間的學問好 只是立法度方便而已 它是開這個佛的智慧的方便門 透過文字 對不對 好後轉變代官 諸多多人 世賴 就是唯一 世賴就是這樣子 如此而已 學佛 就全憑大眼 為什麼學佛呢 怎麼樣 就是要自度度人 世賴 如此而已 世賴 就是如此而已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責任 希望大家發心 成為法的傳遞者 和播種者 將手中的法寶 一畫為實 實畫為百 讓千千萬萬的眾生 都能步上成佛覺悟之道 高雄文書講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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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